前中广董事长也是战斗篮发起人 赵绍康和市长谢国良 以及市议员曾继妍 莲恩典 于三发等人 一起享用中三路上著名的 两粒馄饨大王小吃店的馄饨和干面 同时也用基隆特有的马路酱 拌面或沾小菜吃 市长谢国良说 他小时候已经过世的父亲 就经常带他们两兄弟和朋友 来这里吃馄饨和干面 谢国良也带着赵绍康等人 一路从中三路经火车站南站 往市区方向走访参观 沿路受到许多支持民众热情加油打气 要去投票 放进吧 放进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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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更进到护国城隍庙 上香拜拜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赵绍康也在神明面前鼓励谢国良 面对恶意的罢免 是对谢国良的考验和试炼 勇敢面对 我相信基隆市民眼睛是清楚的 眼睛是雪亮的 你看得出来谁是好市长谁是不好的市长 谁会护肠而努力 当然我刚在走的时候我也觉得对国良也好 一方面这是一种考验 一方面趁这个机会 让他更体会民众的需要 更加强好好治理基隆的决心 其实上天存有他的意思 存有他的旨意 都是好的 那经过这一次克服了这个难关以后 我相信谢国良 谢市长一定能够更成熟 更坚毅 更勇敢 更为了基隆市民往前冲 所以今天在护国城隍庙 我一方面参拜 也希望天上的神明能够保护 保护基隆 保护谢市长 祝大家 庙方也特地准备蛋糕 帮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庆生 谢国良和赵少康走到东岸声场时 和立委林沛祥以及议员郭美秀等人会合 也立刻受到在场仁爱区里长们的大声加油 赵少康和谢国良以及林沛祥都强调 东岸商场产权争议 司法已经判给市政府四连胜 根本没有罢免的正当性 呼吁大家10月13号 一定要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大家都知道赵少康总统长是在基隆出生长大 我们那边在看板也可以看得到 这是好 我知道 那我们非常谢谢他再度地回到他的故乡 来帮国良来继续地 未来还有六个礼拜的时间 较深一点 未来还有六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要继续地努力来推广 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 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那非常谢谢赵少康总统长 跟所有好朋友今天的立临 国良也会对未来的这个选举投票 在各位的价值之下 越来的未来越有信心 所以就可以看出来大陆公司的行径 一方面自己去跟这个Tunet签一个 做二房东签约 一方面呢又低报收入 想要规避这个权利金 然后呢 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去送红包将近两百万啦 给市政府的官员 那明镜就是说这个 我看这个林佑昌 或是他们的那个发言人蛮好笑的 前发言人 他说这个事情谢国良应该道歉 那为什么谢国良应该道歉呢 因为这个记政啊 跟这个临时人员啊 是张通融市长时代用的 我去仔细查了一下 张通融已经离职了八年以后 才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账要算在张通融身上吗 有这种道理吗 当然是随市市长 同样的人 为什么在张通融时代 没有犯规 没有舞弊 到了你林佑昌时代 就舞弊就官商勾结了 这是谁的责任呢 这道理很简单嘛 这样子 可以拗说 要谢国良要国民党道歉 这笑死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行为 我简直话都说不出来 我说天下有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的道理 就跟同样的要罢免谢国良一样嘛 谢国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对不对 替基隆市民护市场 这有错吗 那说好他采取的行动比较强制 那否则要怎样呢 否则你会自动搬家吗 你到现在也没搬啊 对不对 那要怎样呢 所以10月13号 拜托大家站出来 我这张不同意罢免票 不同意罢免票 所以让大家知道 我们不能姑息 霸凌者继续嚣张 谢国良是基隆市市长 所以他必须要代表基隆市 保护基隆市的形象 但是不见得说外地人来基隆 我们可以欺负他 对不对 对 另外虽然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深陷司法风波 但是赵烧康和谢国良都强调 国民党和民众党会继续蓝白合作 现在不是都听柯文哲 我看那些黄波昌有他这个主意 主张张琪还有自己的看法 就每个人都有每个自己的看法 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 我对民众党这八个例子是有信心的 我觉得就算没有柯文哲 他们在立法院也可以形成一股 这个相当的力量 是蛮重要的一个政党 所以我觉得蓝白还是要合的 因为不合对国民党来讲很多伙伴 对民众党来讲 他八个习立委也成不了什么事情 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 他们也是彼此都有需要 好好的合作在国会认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柯文哲主席 就是我过去说过 他是我们一位敬重的长辈 我想在尊重司法检调的调查之下 我们也是支持他要来提力 捍卫自己的先来 我想未来我们昨天大家也都看到了 张琪海委员其实有到基隆海 正对六点工业园区的产业发展 在经济委员会给我们还大的援助 非常远也有参加 所以未来我们跟吴仲南也合作 所以如同刚刚赵少康董事长 对国人的建议 就是我们不会先断 南海也会继续合作 谢谢 市长市长市长 加油加油加油 记者吴俊松丁克宇采访报导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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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